各种问题 是 记者也有强光 记者的头都闪了闪效 是 林康正和功夫佬 不知道他不会被警察警告 但他是背后的光 好像警察那些帽子 在后面拍这些红光 现在对面这个房间 那个摄影机 很厉害 很厉害 不知会不会被警察警告 会有一转村内和背心的人士 如果你是记者 如果你真是记者的话 麻烦你上去藤人路 麻烦你上去藤人路去採索 其他在旺角警署内聚集的人士 其他在旺角警署内聚集的人士 你被现实冲与一场非法集结 立即如同等路离开 竟然不断地说 要求在场的记者 返回行人路为止 他听到警察不断地说 他的鼻子 。 你就是尽其他在旺角警署内聚集的 怎么办 他聽到警員不斷廣告 用一些字很特別 是真正的記者才回到行人路 另外在二樓這個路頭位置的防撥警員 包括有部份是白衣的警員 他走出來的時候 那個位置也是被多束縷射光照射的 但警員也是打開一個強光燈電筒 去環擊現場的示威者 剛剛警員再次叫到他的警告 警告在場穿著黃背心的記者 要返回行人路繼續採訪 他亦在其中的子女行間說了一句 如果你是真正的記者 他這句明顯是質疑在現場採訪的記者 是否真正有記者的身份